那我那時候送走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段日子是很自責的 我覺得我好殘酷 最難過的是我離開的時候 我是在他面前離開的 我過了一個超級長的馬路 那馬路有60秒吧 他都一直一直不肯走 然後主人怎麼讓他都不肯走 然後一直發出小時候那個奶音 我就說你們邊走 然後我等他 就是轉移注意力的時候我再離開 結果呢 遠方有一隻很可愛的鬥牛犬 然後呢 他就想衝過去跟他 就寶貝 就寶貝 哇 哇鬥牛犬 結果是你被轉移注意力 喂 人家衛曼那麼感人的故事 怎麼又被你們一秒歪容啦 由羅志祥 胡宇薇 陳楚河 任榮軒 衛曼 李軒龍等人搭檔的寵物實境節目 Top Dog 回家 將於今晚首播 節目真實呈現藝人們 與浪浪之間的互動和情感 並在最後為他們找到適合的送養人 而他們24日出席首映記者會時 除了聊到和浪浪相處的點滴 也感性分享 協助送養的掙扎及不捨 還沒有找到要送養的對象前 其實一度我就覺得 我要把海膽養下來 但是又會覺得擔心說 牠的體型比較大 然後我怕我沒有時間 讓牠每天出去跑 因為牠是一隻很愛跑的狗狗 然後跑起來速度也很不快 我就是有一點這樣擔心 可是一旦當我找到主人送養 我確定要送養的時候 我就是每天都是各種的不捨 每天都緊抱著海膽 然後抱一抱就會哭 因為知道很快 就要到這個離別的這個時刻 然後我記得最後離別前一天 我還特別帶牠去遊山玩水 然後拍下各種我眼光含淚的 捨不得的照片 那最後送養那天當然不用說 就是把牠送出去的當下 其實我們每個人情緒都很潰體 那我就一直安慰自己 就是這一對送養夫妻呢 他們是退休夫妻 他們有的是時間 然後後面又有一座山頭可以給牠跑 他們能夠提供的環境跟愛 都是比我還要更好的 所以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說服我自己去放手 但是就是那個過程 就是真的蠻痛苦的 就是回到家的時候 很安靜 然後我真的吃海膽的時候 我就哭 而且不用吃 就是我光是看到海膽我就哭 因為就是會很想念牠 你會不敢點海膽 不會不敢點 還是會照吃 不是照點海膽 不是海膽的味道啊 不是還算是名字一樣嘛 就是會賭冥絲 絲狗 是 卓任龍軒在節目結束後 仍然會賭物絲狗外 魏曼也透露和節目中沛隊浪浪 後夾的情感羈絆非常之深 那前幾天我其實有特別去看牠 牠已經是15公斤的大狗了 原本你們看節目就是這麼小 牠現在已經這麼大 沒有那麼誇張 真的這麼大 現在真的這麼大 牠鋪上來就是 光頭的部分而已喔 對 牠自己那麼巨型 沒有比身體喔 超巨型的 頭這樣子 身體這樣子 然後牠鋪上來的時候呢 就是已經到我胸下 就是這麼大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牠的時候 我其實是不知道牠是誰 然後牠還是認得我 牠的那個興奮 牠的眼神看到我 然後最難過的是我離開的時候 我是在牠面前離開的 我過了一個超級長的馬路 那馬路有60秒吧 牠都一直一直不肯走 然後主人怎麼讓牠都不肯走 然後一直發出小時候那個奶音 然後我都要上車了 到好遠牠都是像這樣 所以我於心不忍 我不想管其他人怎麼樣 我就是回去 我不想用這個方式跟牠說離別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 牠主人就覺得我其實不用這樣回去 因為牠覺得多此一舉 可是對我來說 這是我跟牠之間的事情 我不要在牠這麼痛苦的樣子離開 我就說你們邊走 然後我等牠 就是轉移注意力的時候我再離開 結果牠就是邊走牠是邊怕我離開 然後就是一直轉頭 一直發出那樣安安的聲音 結果呢遠方有一隻很可愛的鬥牛犬 然後呢牠就想衝過去跟牠 你就把牠就哇 我要鬥牛犬 結果是你被轉移注意力 沒錯 沒錯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講那麼長結果 反正後期還變難過 第一次離開不就好好的嗎 第二次牠眼睛看了你跟皮的狗嗎 那你不要亂講話了你 反正總之牠就是被那隻鬥牛犬吸引 然後叫嗨嗨嗨去玩 然後我就剛好就過馬路走 對然後我也發現那時刻我真的覺得 牠真的是別人的狗 那我那時候送走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段日子是很自責的 我覺得我好殘酷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孩子 送去給別人養 那我也會擬人化這隻狗 我就覺得說牠一定會很想我 然後牠一定會很不習慣 會茶不思飯不想 結果就是透過新的家庭傳來就是 發現牠對人家跟對我一模一樣 哈哈 我告訴你受傷的是我 就真的很像失戀 為慢不哭不哭 狗狗能被你這麼深刻的愛過 相信在牠的狗生理 一定也留下很美好的回憶 也希望天下所有的浪浪 都能遇到像大家這麼有愛的主人